請單記法票選資 但經各該委員會全體委員或經各黨團及未參加黨團之該委員會委員余半數成員 之書面同意亦得以推選方式行資 第八條 各委員會召集委員之選舉以票選行之時以得票數較多者當選 票數相同者抽籤訂資 以推選行之者由各該委員會出席委員簽名 或由各黨團及未參加黨團之該委員會委員簽名訂資 第十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徵定第四項 文字為本法中華民國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條文 至立法院第某屆 立法委員就職日起施行 第七十八案 委員段一康等十六人提案 立法院各委員會會議室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參閱第366頁 第二條 會議室內立法委員一下簡稱委員席之排列 依立法院議室規則第三條第三項規定編定 第三條 會議室設主席台 主席台左右方分別設置委員席次 應邀列席備詢之政府首長及社會關係人士席位設置與主席台對象 前向各席次前應設置擴音設備 會議室應設置相助會晤支援席位 會議室內置錄音錄影設備 第四條三處 第五條 會議室應規劃設置採訪席及採訪攝影 第七條 會議室門口懸釋會議名稱並設 簽到處 委員會開會時非有席次及會場服務人員不得進入會議室 秘密會議室進入會議室人員一本院議室規則第四七條之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規則經院會通過後施行 增定第二項為 本規則中華民國某年某夜某日修正這條文至立法院地某屆立法委員就職日起施行 第七十九案 委員與宛如等十六人提案 立法院各委員會會議室規則第七條 條文修正草案 第七條 會議室門口懸釋會議名稱並設簽到處 委員會開會時非有席位及會場服務人員不得進入會議室 秘密會議時進入會議室人員一本規則 一本院議室規則第四七條之規定辦理 初列席委員及會場服務人員自兩稅以下 應幼兒有未補或照顧之需要者不受前項之規定 第八十案 民進黨黨團提案 立法委員復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及第一條 一條文修正草案 請參閱第三百七十頁 第一條 根據憲法第六十六條規定 院長副院長由立法委員以記名投票付選資 全體立法委員均為蕩然候選人 蕩然候選人 第一條之一 院長副院長選舉應與每屆立法委員 第一會期報到 宣示就職當日舉行 第八十一案 委員徐國勇等二十二人提案立法委員複選 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參閱第三百七十二頁第一條 根據憲法第六十六條規定 院長副院長由立法委員以記名投票付選資 全體立法委員均為蕩然候選人 宣讀完畢 好 呃我們 現在 你說什麼 條文現在宣讀完了 我們再補宣讀第二十八案 第二十八案 委員顧立雄等二十三人 已居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 第三條之四 第四條及第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請參看第104頁 第三條之四 立法院各委員會至召集委員藝人 由各委員會委員與每會期互選產生 其選舉辦法定定之 第四條 各委員會會議以召集委員為主席 召集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 應指定同委員會委員藝人代行其職權 第四條之一 各委員會之議程由召集委員決定之 但保留每月其中三次會議之議程 得由各該委員會中 非屬於召集委員同一政黨之委員四人以上提議決定 宣讀完畢 好我們 這個我們宣讀的速度 比我早上預計的要快 所以現在下午經過了五分鐘又四十秒 就已經宣讀完畢了 但是早上宣布下午三點半才開會 所以現在就休息三點三十分繼續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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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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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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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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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他只是用辦法的話 那就是回到這個所謂的立法院 護選院長、護院長的辦法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 是不是我們的 看哪一個單位可以告訴我們 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記名投票 這個只是算是 就是說所謂的我們剛剛第三條 所講的就是說取選舉辦法令定之 所以它是屬於辦法中的部分 所以我只要用辦法就可以 還是說 因為通常選舉都是屬於 不記名投票 那我們現在把它變成記名投票 所以它是不是需要用法律定制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要先處理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說 剛剛提到說如果記名投票 就會構成會選 我不曉得說這個是怎麼樣來的 因為如果記名投票 就變成是說你是很清楚的 就是說你對選民負責 對不對 那你記名的 就不記名的話我投給誰 就是說完全沒有真信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 我不曉得它的當然關係是怎麼樣 那其實這裡就是說 會採記名投票其實是對選民負責啦 就是說 今天人民選你出來 然後你 今天你去選院長、副院長 那你今天到底投了誰 是不是應該要對你的支持者表示負責 我想這個當然這也是另外一種看法啦 那只是說 剛剛所講那個程序上的問題 可能要先解決一下 謝謝 接下來是林德福委員 然後蔡宇宇委員 然後顧立雄委員 好我想喔 我來做一個表達就是 有關於憲法第129條 選舉之方法 其實裡面 闡述的很清楚 就是 本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 除本憲法別有規定外 以普通、平等、直接 及吳紀明投票之方法行之 其實它裡面喔 講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以吳紀明來作為投票的方式 這是憲法129條所規定的 所以我們一直認為說還是 不要去抵觸到憲法 還是以原來的吳紀明投票 應該是這樣做法 是最適當 好 蔡宇宇委員 然後顧立雄委員 主席齁 各位同仁 那我們現在在討論的就是說 這個院長跟副院長 那如果 因為回到憲法本身 就是到底院長跟副院長 也就是說 所謂這個大小議會 從國會甚至到的地方的代表會 他們這樣的一個選舉 這樣互選的這個是 是憲法所定義的一個選舉嗎 那這個我想這個是有不同的見解 但是我們早上我們李俊玉委員 在說明的時候 也有說大法官解釋 也有將所謂這樣互選這個政府議長 是議事行為的一部分 那如果回到議事行為的話 他這個採取記名投票 我相信這樣是沒有所謂違憲的一個問題 那也是提出來讓大家再參考一下 顧委員 我剛剛想要發言是因為 延續剛剛有委員的發言 然後剛剛因為林委員有發言 蔡委員有發言提到那個選舉 所以我也護帶獎項 第一個當然是說 我也是蠻有趣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立法委員 互選院長副院長是用一個所謂的辦法 那他是根據立法院組織法的 剛剛講那個第三條的授權 可是因為我們是在立法院 所以我們的 我只想了解一個程序 我們訂辦法跟訂法 我們好像程序都一樣是不是 我們因為 我們好像是也是委員會通過 然後我們這個辦法也是要到院會 那有所謂的三讀程序嗎 我不是很 二讀是嗎 不用經過總統公務 不用經過總統公務 但是也到院會 經過院會同意 OK好 因為我沒有辦法 OK好 所以剛剛有委員提到這個 要用辦法還是法 這個是蠻有趣的一個見解 不過我提供一個參考就是說 跟剛剛林委員跟蔡委員也都提到的是有關的 就是說 我本身在辦這個議長的這個量票案 議長的量票案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因為議長 帝制法採這個吳敬明 那有議員量票 那後來都判無罪了 那在這個法院的確定判決的一個 那個判決理由裡面提到 他大概提到一個概念 他認為就是說 議員選議長跟一般的民眾選民意代表 這個是不一樣的 那麼憲法的這個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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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是吧 129 對不起 129想的這種選舉是在保障這個 一般民他的這個投票的意向的一個隱密性 那他認為在議員選議長的選議過程中沒有贏 沒有因為他是責任政治啦 就是說他是議員選候的選舉議長 那他基於責任政治的精神 他應該對他的選民就各項的意識 對這個選委 那他認為這個應該要維持一個透明公開 然後以示負責的一個態度 所以他認為這個不受這個規範 這第一點 第二點他認為這個議員選議長 這屬於議會自律的一部分 所以要採這個無記名或記名呢 這個都可以的 那麼當然他進而有去論述其他有關 沒有涉及到這個 洩漏國行以外記名 這另外一個法律上論述啦 不過總的來講他認為就是說 這個是屬於議會自律的一部分 那當然也是屬於 在立法院的話當然也是屬於議會自律的一部分 那立法院是要用什麼方法來做 這個由議會自己來決定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 我會認為說 有關立法委員互推這個院長 看起來可能規定在辦法是比較適當的 彰顯了這個國會自律的一個原則 好像應該是這樣好像是比較適當 倒是 好OK好 好還有哪一位要表示意見 來周委員 周委員之後有委員 現在法院的實務大概對量票認為是沒有違法嘛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考量這個是一個議事的一個行為 另外就是說國會我們自己自律 所以應該記名投票就是表示我們對這樣的一個政治的決定做一個負責 那現在剛剛如果從國會自律這樣的一個精神和方向來看 應該是用辦法來訂定會比較妥適 那這部分看法治局這個部分有沒有比較明確的意見給我們參考 請 你講完了嗎 講完了等一下請有委員發言之後我們請法治局 然後再請許淑華委員 我的意思也是要請法治局發言 那請高局長 現在因為討論到記名跟不記名 方才那個委員有詢問說 有關於外國立法力的這個議長選舉 到底實務上他們是採用記名還是不記名 那剛剛我們是簡單的查詢一下 像美國的眾議院的議長 他是採用記名 但是像英國日本跟德國都是不記名 換言之記名跟不記名在外國的立法力上 也都是要看該國的國情如何來做政策的決定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剛剛委員有催行到說 關於記名或不記名的這樣的一個立法的方式 是需要在法律的位階 就比方說組織法當中予以明定 還是在命令的位階 在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當中來明定 那這邊的話當然就是要看 所規範事項的重要性來定 但是重要性要如何來確定 底下是給各位委員參考 就是說像我們如果是用法律位階的話 依照憲法的規定 你用法律位階 當然總統要公佈的時候呢 行政院長會有一個複議的權利 但是這個互選辦法 互選的內容是完全是 我們國會內部議員要選舉他的議長的事項 但是你把它放在組織法裡頭 將來給總統公佈的時候 當然行政院是不會去認為他有自在難行 但是在體制上 變成說你通過一部法律 我行政院長有一個機會 可以依據宣法的規定 來表示說我要複議 而這時候有可能說 當我們剛才討論到說 有關於立法院院長的互選 有沒有抵觸憲法129條 說本憲法鎖定各種選舉 必須用無記名投票 那如果假設說立法院的多數黨 跟行政院的多數黨不一致的時候 那你在這邊組織法定說必須要記名 那我這邊行政院長認為說是違憲 然後來要求複議 當然就會橫生很多的肢結 所以如果說在法制面上呢 對於記名或不記名 當然我們目前在這個職權行使法 像總統的罷免案 或者是其他人事同意權案 在法律位階 因為都涉及到憲政機關 跟憲政機關相互之間的關係 到底採記名跟不記名 就用法律把它鳴定 但是對於委員互選院長這件事情 純屬國會治律事項 並沒有涉及到其他憲政機關 我們是不是要把它放在組織法定 這當然就是委員們要去斟酌 他的重要性而論 以上大概是這樣子 接下來請徐淑花委員 接下來請徐淑花委員 主任講得非常清楚了 因為129條它的規定就是如此 尤其我們立法院互選院長的這個辦法 它是根據憲法第66條的規定 所以我認為它其實不應該把它規範在辦法裡面 而且免得剛剛像我們主任講的會延伸很多不必要的枝節 事實上我覺得我們立法院不需要一直不斷的擴權 讓大家覺得我們一直不斷的在挑戰我們憲法已經有明定的 有66條這個規定是 就是這個條文裡面現在都有看到嗎 但是因為剛剛129條講的就是如此 我們現在的互選辦法也是根據憲法第66條的規定啊 我不認為這個應該把它規範在辦法裡面 大家再來去制定新的一個方式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我跟各位同仁報告一下 其實大家的意見就已經都表達過了 那我們是不是 因為我們這個立法院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 這修正案只有這兩個案 我們是不是就要做處理了 因為當然啦因為這裡面這個 如各位所說這個有利有弊 因為在座有好幾位當過議員 我們都知道議員的這個 議長的地方議會的這個選舉 買票不買票跟是不是記名 是沒有絕對關係 但是有不同的模式 記名有記名的買票方式 不記名有不記名的買票方式 但是記名是負責任 也就是說你可以被批評 你這個行為你跑不掉 就是我今天投了誰 不管是投了誰 你沒有辦法去辯解 你不會說這張票就不是我投的 你沒有辦法去分辨 那你就要被批評 就是你這個如果是大家認為 你投了這個票是有可能 有其他的交易的話 你就必須至少要承擔 未必是法律上 但是是政治上的後果 那這個 是不是我們就來做處理 我們 來 來 那個 我來自議會 先議會 我也選過副議長 所以 政副議長我選過 記名不記名 老實講 跟買不買票 沒什麼關係 就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把它改成記名 也不能夠讓買票 如果真的要買票的話 讓它可以減少 所以它就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簡單的講 你記名的話 那更好買 我給你錢了 你不投出來 那還得了 閃都閃不掉 OK 所以其實跟買不買票 那個 那要用其他的方式來杜絕 而不是用這個 我們秀這個 這個 這個辦法來杜絕 不過 我在這裡就是說 要再提醒一次 慎重的原因在於說 因為 那個 我們這個如果通過以後 都記名的話 那將來 幾乎類似這樣的選舉 大概都會改成記名 當然 除了說 議會 還有這個代表會 以外 甚至 一些選舉 譬如說 法人 選理事長 目前來講 也都是不記名 我們在選那個 李市 李市長 都是不記名 包括農會 前理事長 也是不記名 那我們開了這個例子以後 那以後 是不是大家考量一下 我們中華民國 所有這些所謂 類似間接選舉的 不是直接選的 選民直選的 通通改成記名 是不是這樣子 是我們要的 這個我們要想清楚 因為 只要立法院這樣做了 那將來地制法一定 也可以照著這個模式下去改 那 民間 社團法人 還有行政法人 這些 都是這種間接選舉 也都改成這樣 這樣 這樣是不是我們要的 因為 保留 不記名 有 我知道的 就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這個是我個人 我可以不屈從於 外在的壓力 我個人 要投我自己認為好的人選 如果這個 權力被剝奪了 你沒有辦法 按照自己獨立的自由的意志 選擇我認為好的 我一定要聽從於 比如說政黨 或是外在的壓力 當然那個是相對性的 你也可以說那種 那也表示一種負責 我投誰 就告訴全天下的人 就我投誰 但是另外一個 一個面向是什麼 我不想投誰的時候 我有沒有這個權力 讓他 我覺得 有時候不是脅迫的 這個問題而已 好 我在講 我是說大家考量清楚 包括我們委員會 我們選招委都不記名 都用投票的 不然要一個投票櫃幹什麼 要一個投票的那個庭 我知道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說慎重 我們要這樣改下去的話 以後像農會法這些 都要一起這樣改 然後我們的人民間團體 選董監事選理事長 都改成記名 這樣是不是我們要的 當然我們要慎重去考量這個 因為這個是會有一個效應的 所以 因為我還是強調說 他各有各的 優缺師 否則當時 訂出這種所謂 不記名投票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他的理由就是 保有我的 獨立自主 自由意志 而不被人知道 我為什麼要讓你知道 這個是我的權利嗎 是不是我的權利 大家思考 謝謝請顧委員 顧委員最後一位發言 發言之後我們就處理了好不好 我覺得剛剛提到那個 一般的這個社會團體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看我們一般的社會團體 他都是這樣 他在選理事或監事 一般的會員在選 他是無記名的 但是到了理監事選理事長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欺負 為什麼 理事監事選出來以後 你受到我的託戶 你一起被選下 被做理事長 或者常務理事 這件事情 你當然要讓我知道 這個就是差別 我們 作為一個立法 我們當一般民眾 他要選舉的時候 民主政治為了避免 受到不當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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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絲、鞋制等等 那為了保障一般民眾的隱私 所以 他有投票的自由 所以他要用無記名的方式 可是你一旦選上了 你成為立法委員 你受到選民的託戶 你這時候就責任政治的精神 大於你所謂要保障你的隱私 或者你的 自由投票的一個意志 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利益 這個一種公義上的要求 就會大過於這個 這個很清楚的 好 許林德副委員 我想对人我认为应该还是维持 就是一二九条的秘密投票 那对于是 我相信我们可以用表学器的方式来做处理 那至于说 你看每一次我们任何的选举 几乎都有投票箱 为什么要有投票箱 其实刚刚维州所提的 我非常认同 你最起码你让他保有一些 就是说我自己可以 应该有的一个想法跟看法 我认为说你一直来拜托我 但是我认为说你不是我心目中 理想的自治候选人 我可能会给你呼眼一下 但是我认为另外一位非常棒 但是我秘密投票我不让你知道 对不对 我保有一点我私人的这个 我一些看法跟做法 我认为这是很正确啊 所以说对人本来就不应该用那种直接了当的来做处理 对是当然是可以 那不然你设那个投票箱干什么 对不对 县法也是保障人权啊 对不对 说不定我今天投了以后 明天出去外面 你认为说 你来拜托我 然后你就找一些什么黑道 找一些什么来砍杀我 对不对 但是我要是说秘密投票以后 你讲没有我讲有啦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刚刚所提的 这个应该要好好审慎的去研究搞量 不是说 今天啊 大家擅自做决定 其实 你要是说 秘密投票会选 他可能搞得更多 你这个人可能50 那个人可能加100 那个人可能加200 最后我就丢给你200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是说 保有秘密的一个方式来投票 我认为说 你再多的钱 我都不会支持你 我认为你不是我心目中 理想的人选 那我就来支持 没有给我金钱贿赂的 我就要挺他支持他 这个才是选举投票的精神嘛 所以说我认为说 这个事情真的 我们今天要投票以前 要表决以前 我想大家要审慎的去考量 为什么 对不对 那个县法里面129条 这么规定 包括那个66条 对不对 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啊 我们不要说啊 我们这个 今天一位的把它火绝掉 我认为我们要审慎的 好好大家来探讨 谢谢 谢谢 那我跟各位请问 这个第一条 我们 以民进党党团提案 来修正通过 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好 那有意见 我们就现在来表决 请清点人数 好 我们在场扣除主席之外 有七位 赞成 立法委员护选 院长副院长办法 第一条 以民进党党团修正通过 赞成的 请举手 四位 反对的请举手 三位 好 这个第一条 我们多数 照民党党团提案 修正通过 好 我们现在处理第一条之一 第一条之一啊 民党党团提案的理由 是立法院 立法委员选举日期的变动性 可能会有变动 那么所以呢 规定 院长副院长的选举 在任期第一会期 的宣誓就职 当天举行 每一届的第一个会期 请问各位同仁 对这条有没有意见 这坦白讲 有必要一定要修吗 这个 这个 没有意义吧 没这个理 举一个例子 假设 我们 倒阁啦 不是解散国会啦 解散国会 你的日期就变动了 你就不是2月1号 解散国会选举出来 它不是定期的改选 它就有可能会 不是2月1号 因为它的下一届 就不是2月1号就职了 它是有变动的 理论上啦 虽然说可能性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如果 就顺便把它改了 因为这个也避免困扰 万一 你如果这个条文 万一哪一天 如果解散国会重新选了 它可能是10月1号就职 好不好 好像那个顿点跟斗点有差 那个原来的第一条 之一是顿点 是不是 这个 我们改成 一并改成顿点 因为它是 原来就顿点 原来就顿点 我们就是还是照原来的这个顿点 因为我们的党团的提案 好像改成斗点 对 斗点是不太对的 念起来好像不太对 它的意思是只说报道宣誓就职当日 是不是 这两个是顿点的意思 原来是顿点 是不是 我只是说要顿点 是 我们 呃 第一条之一 以民党党团提案修正通过 我们修正就修正 那个顿点 修正后通过 好 好 好 谢谢各位 好 今天跟大家做 获告 立法院组织法第三条 呃 组织法修正案 共有九个案 除了第三条之外 其余条文令定期继续讨论 然后立法院 立法委员 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一条 及第一条之一 条文修正草案 已经处理完毕 那么 呃 呃 我们拟据 並 审查报告 提报院会公爵 请问 是否需要交党团协商 好 不需要 那院会讨论时 由 召集委员 这个段一康 本人啊 说明 好 如果没有临时提案 我们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现在上会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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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